掌聲熱情一點 好吧 哇 眼前這番景象非常有狀況的對不對 可是呢 上次有一個小妹妹看到這樣的出場的房子 她居然嚇哭了 我趕快上去的時候她還跟我說 海參館好殘忍喔 我以為說 就是吧 我像是坐下去讓魚吃耶 沒有這麼殘忍啊 應該是這魚有沒有太餓了喔 而且知道吃飯時間到了 所以看到吃飯當然就趕快向前來搶食啦 哇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尾還蠻大的魚 長得像鯊魚的出的魚 有沒有看到 可是它不是鯊魚喔 它是鯊魚的親戚糞魚喔 不是米田共的糞喔 是噴水的噴口之旁去掉 變成魚之旁 這尾糞魚呢 大家有看到 它身體上也有一些雪白色的斑點喔 那它的破口部也鸸嫩的 它是破口後頭笨喔 那裡面的糞魚總共有兩種 我剛才有糞魚吃完了 等一下如果有其他出現 再跟各位介紹 哇 所以這其實真的很餓喔 每個人都很踴躍的 這樣去搶食對不對 如果是你們進到這裡面會不會害怕 你們這麼多魚 哇 這尾糞魚的力氣非常大喔 一直吹得水的人喔 他已經應付出來了 這人要非常非常的勇敢喔 大家看到 那群魚那麼大 而且長那麼像鯊魚一樣 蠻恐怖的 哇 這人還抓著他耶 所以大家給他一個掌聲喔 因為他這人非常非常的勇敢喔 哇 那他身邊呢 還圍繞這一群金黃色的魚呢 是黃金生喔 就是大洋鯨裡面排名 第一名貪吃的魚 因為啊 他們每次總是像那個開場那樣喔 看到這個人呢 出現呢 就一群過來圍繞喔 一直想要搶食喔 那同時他們又叫無恥生 不是因為他們貪吃就說他們無恥喔 是牙齒的齒味 因為他們長大之後牙齒就會掉光 所以叫做無恥生 那現在正在獅魚人底下搶食 好像鳥在邊種魚 大家知道什麼魚嗎 沒有說是烘魚喔 那現在在獅魚人頭上就是兩位 烘魚呢 身體上有一些雪白色的斑點 而且他的口蠻不平平的像鴨嘴一樣 他的名字是雪花鴨嘴煙 裡面的烘魚呢總共有四種 那在旁邊體型比較小的 有下一道思維的 他的頭部層次 A不知情岔開了這個是岔口燕峰喔 好目前有看到兩種烘魚了 那另外還有兩種喔 等一下如果出現再跟各位做介紹喔 那在這邊要再一次提醒現場的來賓喔 開場非常的歡迎 但是請記得一定要把閃光燈燈都關掉喔 不要再讓我們裡面的魚再受到傷害喔 他們的眼睛都變變了 好 來 再問一下現場 你們知道 我們烘魚有沒有毒啊 有對不對 那大家知道他的毒在哪邊 尾巴 尾巴喔 其實這個答案只答對一半喔 因為民眾的不同呢 烘魚的毒的位置所在也都不太一樣喔 那當然水裡面的烘魚呢 各位可以仔細一看 他的身體還有尾巴的交接處 有幾根短刺喔 當然就是他毒刺所在喔 他在這門聽過一個新聞呢 好像澳洲的鱷魚先生 就是被烘魚的毒刺給刺死的對不對 但是呢 其實烘魚的毒沒有這麼立即的知名性喔 主要是因為 鱷魚先生呢 他被刺中左胸 在靠近心臟的地方喔 所以才會立即的避命 欸 這個時候 大家有沒有看到一尾灰灰的魚 往中間移動了有沒有 大家知道他吃什麼魚嗎 這是鱷魚 沒有錯喔 裡面的鱷魚有兩種喔 最大的是剛剛有經過的金鱷 那這一尾灰灰的這種鱷魚呢 它是不如是鱷 而且非常的特別的是 它非常的貪睡喔 一天大概要睡個十八個小時以上喔 所以又叫做睡鱷 那看起來應該是剛睡飽喔 睡了一夜喔 它肚子已經餓了 所以想要醒過來喔 想要過去搶吃喔 不過可能又看到 四月人旁邊又圍到太多的魚 欸 好像有點害羞喔 暫時的又離去了 好 那 再回到鱷魚身上喔 欸 現在在四月人底下這一尾 欸 沒有全白色的斑點喔 好 那可是它的身體 顏色比較土黃色 就是黃土 喔喔 那再提醒一下現場海邊 如果下次去海邊 欸 不小心喔 那鱷魚的毒是吃到的 不用太緊張喔 也要趕快上岸 找熱水沖一沖 對付一下 破壞它的毒性 就可以了 然後趕快送給急救 不用太緊張喔 欸 那護士山又在渡出去 然後看起來它真的肚子餓了喔 那這種護士山呢 非常特別的是 它的進食是吸食喔 它的吸力呢 相當於十二台 加用吸塵器 同時開啟這個吸力喔 哇 也不是說 私人員如果要為這種護士山 要非常小心耶 不然他的手 可能就會被吸進去 而且呢 其實啊 私人員以前在 為這種護士山的時候 可是曾經發生過一個大笑話喔 因為以前呢 他們未完的時候 可能不會馬上離開 才會清潔一下這個 牙克力喔 那因為私人通常都是男生啊 我就現場 有一個大美女喔 我一直近距離的看 哇 哇 看這個大漢有沒有看到 吃吃的 他都忘記喔 那他就在 呃 牙克力面前就定住了 那後面剛有護士山過來 那他看到私人員屁股 他怎麼會分得清楚 他是什麼東西 我以為是大漢喔 馬上給他吸下去喔 哇 那還得了 私人員當然就受傷了 趕快送醫急救喔 那我們後來當然就去醫院看他 咦 他居然還 嘴角微微的上癢 我就問他說 你們是受傷呢 為什麼好像一步很得意的樣子 他就說 喔 還好 應該算是那位美女救了我 因為當時我本來是打算要轉身的 如果我真的轉身了 哇 那護士山吸到了 我不知道就是哪裡了 我們就遭殃了 所以他們在裡面餵食其實還是有一些危險性的喔 他們還是要是非常非常的小心喔 所以現在這位笨魚呢 欸 他要再度回來了 他算是還蠻豐富的一種魚喔 總是會頂著私人員 有時候他們會被他頂著到處亂跑喔 其實有時候真的也蠻危險的喔 但大家有沒有看到私人員有沒有帶頭到 有對不對 其實那私人一開始的時候啊 旁邊的黃金色看起來欸 欸 那麼漂亮 他也想跟他們比美啊 想要呈現長髮啊 飄逸的帥氣喔 所以都不會戴頭套 可是呢 後面哪會分得清楚 那到底是海藻 還是頭髮 總是會大口大咕咬下去喔 多時私人員總是頭髮會少一塊的喔 所以紅了之後他們就會乖乖的戴頭套 不然啊 他們通常就會越來越少了喔 啊大家有沒有看到 私人員有沒有戴手套 有對不對 好像是白色的黏脂手套 欸私人說是耳朵沒了欸 再跟大家揮手 麻煩大家喔 給他一個認識的 我們來謝謝他喔 好 那大家會不會覺得很好奇 剛剛其實有骨魚在 謝謝大家